掌声欢迎 哇 是以我愿意入围戏剧节目男配角奖的杨大正周成儿 以及入围戏剧节目女配角奖的吴亦荣 身为灭火器主唱的杨大称 首次入围军周奖 在剧中就演了高难度的聋哑人士 跟搭档吴亦荣饰演绝望夫妻 两个人的对手戏令人相当动容 而周成儿呢饰演邪教教主的得力助手 温柔成熟 但是包裹着人性的拉扯 这一组同聚互打的对决让人相当期待哦 祝你们幸福 大正哥 首次入围金钟奖 就要跟同聚的陈恩哥对打 之外呢 你在戏里 他还爱上你老婆耶 在戏中 我们其实不算是爱上 我们是精神伴侣 有好感啦 其实我们在那个 我们入围庆宫宴 剧组庆宫宴的时候 我们两个已经和解了 已经和解了吗 对对 和解了 我本来想说你在剧中 因为聋亚人士的关系 很多话不敢让他呛瞎 但是和解的就不用在现场公开来对 因为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都不叫他陈恩 我都叫他客兄 客兄是不是 OK 倒着蛮大的敌意啦 但是后来我们真的就是这样 就是庆宫宴上就这样 拥抱这样 好朋友好朋友 和解和解 但最辛苦的是逸容姐 逸容姐 你这几年挑战的角色是越来越难 而且在《我愿意》里面 你真的好惨哦 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最深刻 拍的最痛苦的一场戏啊 哇 我觉得 每次被这样问的时候 我都说你有多少时间 因为拍《我愿意》 真的很多印象非常深刻的 然后跟大正也是 跟大正也有 有一场是他连门都拆了 然后还撞到我骨头之类的 就是非常爆裂的 武打戏的部分 OK 但陈恩哥其实在剧中 你心中要很压抑 而且还要掰咖演出 你演完有没有后遗症 现在脚还好吗 我现在反而是另外一只脚扭到 Oh my god 但其实拍摄的那个过程当中 真的是每拍一天 隔天都在碰 真的很辛苦耶 但是是有代价的 三个人表现都非常的优秀 我们